哎呀 皇上哎 草民参见皇上 哎呦 您可让我降死了哟 弘历 你小子嘴上抹蜜了 你想朕不来看朕 还让朕费这么大心思把你请来 哎呦 草民早就想来了 可可可这是皇宫啊 这哪能随便就进来呢 呃 我就 行了行了行了 起来吧起来吧 哎 谢皇上 哎呀 真是想托你办一件事啊 啊 皇上 又办什么事啊 瞧瞧瞧瞧你下的这样 又不是什么凶险的事 这是想托你去查一个人 哦 那 那查什么人呢 这个人是朕的一个故人 是太医中的高手 前些日子 朕在扬州见到一个女子 很像她的后人 只是 哦 皇上您拿不准了是不是 哎 这您交给我呀 哎 只要她是太医的后代 她必定有些家学渊远 小民一查便知啊 朕正有此意 这招呢 朕也想到了 只是她咬死了 不肯承认自己懂医术 所以这趟把你找来了 皇上 您放心 不管她承认不承认 小民自有测试的办法 嗯 那就好了 哎 你切记不要让她知道 是朕派你来试探哪 真的这个故人 事关重大 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否则朕可饶不了你 哎 小民明白 来 来 巴托在世啊 专治疑难杂症哦 哎呦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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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啊 我们去画符啊 孩子别哭啊 我们去画符 大嫂 大嫂 这孩子病得不轻啊 大嫂 可不是嘛 我这道城隆面去画符啊 谁画呀 大仙呢 大嫂 我觉得你不用去了 我就会画呀 您是先生 您会画符吗 我 我会 多少钱啊 我不要钱 不要钱 那能零吗 不 我不要 哎 大嫂 大嫂 零 零啊 哎 我保证他啊 不要不要 孩子两天之内就能消肿 而且我请的这位大仙呢 最喜欢小孩的 哎 来来来 别耽误了啊 不要不要不要 哎 哎 快坐这 哎 坐这坐这 哎 我给孩子看一看啊 哎 哎 孩子也别哭了啊 不哭不哭 别哭了 别哭了 哎 好 好 好 我给你看看病啊 啊 啊 哎 哎呀 天比凌凉 神笔凌凌 血鬼见鬼 化神见神 化鬼见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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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来来 马上就好 够了时间快显灵 快给孩子看看病 来 大嫂 哎 哎 哎 哦 哦 好好好 好了 您画的这幅怎么跟常见的不一样啊 不 哦 是这样的 大嫂 这个各路神仙他脾气都不同 我写的这个符号 他就是这个德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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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了 别给孩子洗 等他脸消肿以后再洗去 哦 哎 哎 行了行了 好 谢谢您了 哎 不用心了 谢谢您了 好好好 我们走了啊 哎 慢走慢走啊 哎 再见啊 哎 慢走啊 别洗脸啊 好 谢谢您啊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我说这位大�을啊 哎哎哎 wy我说大婶大婶 你拿我吃飯的家伙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的 我给人看病的 江湖郎中到处騙人 不是江湖郎中是不假 可若没骗人呢 那我问你 画符能治病吗 不能啊 不能你还画 我没画呀 那你刚才往海子连上瞎画什么呢 我画符啊 画 不不不 不是不是 你看您把我都说糊涂了 其实我根本就不会画符 你 你居然连画符都不会 那你这不是 不是骗上加骗吗 不不不 老人家你听我解释解释 我 我是这样的 我看上去是在画符 其实呢 我是 假符 这 对对对 画符是假 看病是真 您看您看 这东西啊 它能消肿止疼 消肿止疼 你脸上哪儿疼 我脸上 不不不 我脸上哪儿都不疼 这个呀叫青带 您别看它黑乎乎的 有消肿止疼之功效 消肿止疼之功效 你等等 不许疼啊 这老太太真是的 给你吧 还真是药 您看 是药吧 听着 行医者 须行方而致远 用药是真 化符为假 可谓遵医道 而致便通这也 如子可教 如子可教啊 您是先生吗 有人难缠 找不着大夫 您快跟我看看去吧 好好好 等等 是右边向哪儿第三家吗 是是是 快走吧 那郎仲 你要是不行的话 回来讨主意 好好好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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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不行了不行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那边就是生不下来呀 人都快不行了 老人家你赶快赶快说个办法 我去救他们母子之命啊 你怎么处置的 我 他他 嗨 他已经昏死过去了 行针呢推拿啊 都不起作用了 我只好用针先稳住他的心神 跑回来跟您讨教方子来了 啊 刚才跟你说了 行方和志远四个字 对对对 下面再说心小和胆大 啊 好好好 你不敢胡乱使药 这心小嘛算是做到啊 可这胆大就不够了 啊 也难怪 小子 见识不够啊 对对 老人家 您您使教的是 您赶快跟我说说办法呀 这方子嘛早就给你备好了 这冷冷水极面 这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不不 这 这 这冷水嘛就是凉水 备一大碗凉水 趁他发红发热 猛得朝他脸上一泼 激活了 可这 怎么 这 你不信 把方子还给我 不不不信我信我信我信 那你快去啊 你不说救命要紧吗 快去快去 对对 冷冷水极面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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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 老太太 灵啊 生了生了老太太 哎呀老人家 哎呀灵啊生了 生了 没头没脑的 什么又生又灵的 哎 那家孩子 平安降生了 我就来谢谢您的 你又没生孩子 谢什么 哎 多亏您指点呢 哎 我先来谢谢您 再带那一家人来 谢谢您 母子平安 皆大欢喜啊 哎 喜就喜吧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哎 怎么不关您的事啊 啊 冷水极面 嘿 我拿凉水往那昏迷中的产妇 脸上这么一泼 嘿 产妇一惊一使劲 孩子就平安降生了 哎 老人家 您活神仙呢 哎 我可不像你 满大街的装神弄鬼 哎 我 我装神弄鬼 不也是为了给人治病吗 哎呦 大婶啊 没想到您开这扇子店 还懂医呢 我说您还有完没完呢 我说了不是我 不是你啊 那是谁啊 嗯 我就说嘛 办法如此奇妙 啊 没有丰富的经验 是万万也做不到的 老先生吧 老先生 老先生 哈哈 是一个特别老的老先生 哈哈 哎 哎 看什么 要买扇子快买 不买扇子走人 哈哈哈哈 哎 如此经验丰富的老先生 哎 实在是难得一见的 能容晚辈和他相见 请教请教吗 不行 我们老先生不见人 不看病 不受医 尤其讨厌江湖郎中 哦 哦 那既然是这样 在下就不变见了 哎 今日之事受益匪浅 既然无缘相见嘛 那晚辈就在此 谢过老先生 确实 我说 我说你找皇上干什么 也真是 别问啊 哈哈 哎 别问啊 哎 这呀 是皇上交代下来的事 我红里士老将出马 首到勤来 又吹 又吹 哎 我吹什么呀 哈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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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红大郎中吗 本官呢 正有件事 想找个明白人 打听一下呢 既然碰见你了 啊 就将就这问一问吧 哦 既然何大人是不知耻 而下问 那您就说吧 我想找个人 嗯 找个人 找个什么人呢 这个人是个太医之后 多半住在扬州城里 但是不知道隐藏在什么地方 既然你和他是同行 那你告诉我 从郎中的角度 我该如何寻找呢 何大人也要找太医之后啊 怎么了 哈哈哈哈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我说你有病吧 你看 你找人给你看病是不是 哈哈 你就告诉我 我应该用什么窍门找着他 没有 真不知道 不知道 我就知道你是个废物 问你也是白搭 你说你笨到什么程度 连个人你都找不到 真是 何大人 您真是要找人哪 我看您是要害人吧 瞧您那一脸凶器 好了好了 本官没工夫跟你斗嘴 我还有正事要办呢 真是 不远送 何大人 走走 找花儿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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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不找 怎么着 我琢磨着呀 凡是和珅拥护的 我就该反对 凡是和珅反对的 我弘历就该拥护 那 这皇上我不找了 嘿 嘿 lessly ཊ 只是 兰 证